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个进入了我们这个会议的最后一个session 这个session呢就比较自由一点了 比较自由一点 那么主要呢就是说 我解释了就是很抱歉 我们这个会议不是一个semina 就是说它不是以讨论为主 它主要是宣读论文为主 因为我们接下去还要出版这个专著嘛 所以呢就说一直比较缺少一个 比如说你没有递交论文 但是你很有这个想法 那么我们也提供一个机会 今天这个就是机会 从四点开始至少到五点半 有一个半小时 那么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规定吧 就是说不可能像你这样二十五分钟 然后你再稍微攤点便宜二十八分钟啊 什么那样搞下去那不行的 那只有三个人可以讲了 就是说每个人十分钟不超过十分钟 你的主要观点啊讲一讲 那么现在已经报名了 现在已经报名了 是这样三个人 第一个是陈奎德博士 这个奎德你现在正在忙 你等会要上来了 那个他是我们这个 劳改研究基金会的心理师之一 那么另外呢 奎德是这个也是海外很有名的思想家 和这个他是哲学博士 第二个呢 是这个金钟先生 金钟先生是开放杂志的主编 他有很多想法 他很早就出了这个关于土改啊 中共五十年的这个罪恶的这个论文集 也是这个领域内的先驱了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金城名嘴周孝正教授 那么先把这三个人完了 然后大家可以报名 好吧 如果有点时间 我们还有一个简单的视频 给大家放一下 就是丁凯文先生啊 他由于他们那个移民局开会啊等等啊 他不能来 但是他很负责的做了一个视频 好 回答 先请你来讲十分钟 我们今天这次会 我感触很多 首先想对不起 我本来是过去本来是准备写一篇论文 过去也写过 后来我发现了这一次开会 我觉得有非常多的朋友 做了很多研究 而且都是实地考察的研究 有非常多的资料 我觉得我自己过去写的论文 或者都还是基本上属于书面上的资料 也就是从各个图书馆各个资料 而不像很多朋友是真正乡称田园考察的资料 所以我就不必 我就想 再说前一段也实在太忙到外国去了 所以没有必要去写一篇正式的论文了 我今天听了 就是这两天的会 我今天实际上主要是来提几个问题 就是说 关于这个会 我觉得我收获相当大 有相当多的一些想法 一些问题 想给大家交流一下 十分钟的时间之内 可能还要不了十分钟 我想把我的 一点基本的看法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关于中共 在建政初期 我们这次会议的重点是 关于土改和镇压反革命 或者书反 这样一个 初期的基本运动 这个运动 它在历史上的定位 以及最主要的 我想了解的是 我过去一直在探讨的是 这个两大运动 它有什么样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 它为什么 因为在现在 我们很多论文 包括我们很多学生 包括最近几年来 当然关于这个 中共建政初期 不像过去的 有些反右 大饥荒 文革 六四 研究的这么透彻 但是 目前最近几年 已经慢慢的 大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而且研究的东西 也慢慢出来了 我想问的 第一个问题 我想探讨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些东西 在我们现在看来 是非常的 不可理喻的 就是说 它基本上是 向人类的 最基本的伦理 就是最基本的 道德观念 伦理 进行挑战的 东西 为什么能够成功的 把它推行下去 也就是所谓 基本伦理 就是说 平常我们大家都认可的 大家安安静寅的 相处的一些国民 有些人财产多一点 有些人财产少一点 但是大家认可 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 我的东西是我的 我不能去强行 把别人的东西 抢过来 或者是拿过来 为这个图感 明显的 很清楚的 就是人类历史上 中国的图感 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一次 财产转移运动 最大规模的 因为中国的人口多 而且这个运动 进行的如此残酷 彻底 这么大一个财产转移动 和人们的平常的道德直觉 我们的基本伦理 是如此的违反 为什么能够进行的下去 当然大家谈了很多理由 我觉得当然 今天谈的 就是说这两天谈的 第一个 当然 暴力 就是说 中共通过暴力建立了政权 通过暴力 把地主阶级的 或者所谓的 它规定 划分为人类的 有个群 叫地主富龙 把另外的群 变成什么什么的 然后把这一批人的财产 转移到另外一批人手上 但是还是会违背 一般情况下 还是会违背 人们的基本道德的直觉 因为别人的东西 是别人的 而且长期大家都认可的 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 为什么现在 我们可以有权利 去从这些人手上夺过去 这一点当然 和首先是暴力建政有关系 这点我认可 有很多专家学生 但是我们也不可忽视 就是说 当时的整个世界的心理浪潮 就是说包括的这个趋势 和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因为我们注意到 中国的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 很多知识分子 我注意到 当年的所谓的土改这些 都参与了 本来是在过去的旧政权里面 或者在旧的大学里面 教书的等等 像很多非常有理智的 像金月龄 刚才老师也提到的 非孝通等等等等 都参与到了 这个所谓的土改运动 而且去直接的下乡 有些人去做 很多人就说 他是不是完全的臣服了 这个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那套东西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为他们提供这种掠夺别人财产的正当性的 最重要的一个正当性的武器 这个东西 我想在一般 像我非常会疑惑的就是 像金月龄这些是相当 相当有智力水准的 而且头脑也非常清楚的 我注意到看到他的自传 看到他其他的人的 包括很多人回忆当年的 他们都认为 他们是被这个意识形态征服了 他们认为认可中共这个基地 包括李泽后 当年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 或者是大学生 等等 这个东西我心里在想 他们会这么样的 就很多人是早年都已经确立了自己的 例如自由主义思想啊 等等等等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被这个意识形态所征服 这明明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用现在的话说 但是在当时 恐怕是有 他们看来是有相当大的道理 因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还是一套所谓的完整的体系 包括黑格尔主义那套垫底的 等等等等 显得似乎是有道理 而且主要是中共战争胜利以后 他们中国知识分子 特别是比较实用主义的 就是觉得既然这个党 战胜了对方 说明他可能 他这个思想体系 是有他的道理的 很多人 他有一个 本来是被压服的 但是内心 既然当时服了以后 他就要自己说服自己 为这个意识形态 包括为这个政权 自我辩护 我觉得大多数知识分子 那样一个过程 是非常复杂的过程 有些人 我们一般都认为 就是当年知识分子 是怎么被改造的 怎么被心理同化的 怎么被洗脑的 但是我想这个过程 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 他自我怎么说服自己 而且既然当时服了 我就要把为自己的行动 进行某种辩护 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 这个是我第一个 谈到的问题 就是说 当年参加土改的 那些知识分子 因为知识分子 某种意义上 具有所谓的准利线的功能 他对以后的正当性 和合法性 他会提供技术 另外一点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反法制 大家明明知道 我刚才说了 一个是 完全反对人类的 最基本的一些 伦理和道德良知的 另外也是完全反法制的 这种完全反法制的 一种财产转移 和把中国人 划分成 一个一个的 不同的身份等级的 例如地主 富农 资本家 什么 贫农 夏中农 中农 等等等等 这种划分方式 他们当时是 接受的还是怎么样 我的回忆是 我觉得这中间 城市和农村之间 就是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区别 是非常重要的 当年除了在城市里面 当时镇压反革命 杀了人以后 但在城市 很快地造成一个气氛 一般人还是没有感觉到 是阶级划分 对人群有这么大的疏离 但是在农村 已经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明显的 就是地主富农 和其他的人 他们的划分 但是在城市里面 例如我们少年时代 还是好像是一个 新国家建立 行兴向荣的一些年轻人 在成长 只是到了六十年代 我就是这样 我这一辈人的体验 到了六十年代 所谓阶级路线 开始在学校 包括中学里面 开始进行 然后人群之间 大家知道 有一些等级身份的不同 这个开始出现以后 才开始建立起来的 这样一个制度 就是说 城市要比 这个乡村的野蛮化 要慢一个节奏 慢一步 而这个东西 在整个的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里 它是毛泽东 他们这些人 恐怕还是 非常的精心的 在考量城市 它的国际影响 或乡村 它的这个整个的 对整个人群的 心理影响等等 所以我现在 要想的第二个问题 我回几乎 想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一个 现在因为谈到了现实性 因为这个 我只是讲 尽量我的感想 我没有什么 特别的准备 就是说 现在 有些人说 包括香港的 有些朋友 有些理论家 实名家 例如 著名的 那个陶杰先生 他谈到 中共有可能 在香港 可能产生 某种 所谓的 土改运动 这种可能性 有多大 就是说 目前 因为他 陶杰先生 这么说的 他说 目前这种 中共按照 它的形式的逻辑 有可能 一步步的 如果是说 香港的问题 不能直接解决的话 恐怕最后是一步步的 会走向 当年的 就是瓜分 财产 土改 这样一个形式 现在有没有 这当年这个条件 不管是从 暴力的 镇压 这个是第一步的 如果是有 可能性 把香港有一个 强力镇压 把这个 弄成了的话 往下的逻辑 是完全可以 一步 推下去的 也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政治上的东西 有些时候是 它有一种 强制性的逻辑 你走了这一步以后 你就一步一步的 往下走 就包括毛泽东 那东西 他开除 我相信 他也没有预料到 会发生大饥荒 会发生这样 那样的一个 但是政治上 逻辑是这样的 包括邓小平 他们改革开放以后 做了这么多事情 好像放松了 那个统治 后来包括 到了习近平这些 当然他和他的 过性有关系 但是也是和 他们发现 按照那道路走 虽然造成那个畸形的 中国社会 但是那条路 现在看来在国际社会 在整个都走不通了 所以他最后要回到 这个显得非常的愚蠢 和不可行的 所谓的反毛化 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有他的逻辑 他如果是按照 原来的走的话 他觉得最后 共产党还是要完蛋的 必须 如果是要走了 这么 你回毛化的第一步的话 你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他政治上的逻辑 是一步一步的来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一点 我是比较觉得是 香港陶杰先生 那个并不是开玩笑的话 还是有某种 政治上的强制性逻辑的 不过我相信 这个强制性逻辑 不像今天上午 今天下午 有些朋友说的 好像七十多年以后 我们大家以后 恐怕就忘记了图感 我相信就是七十多年的时间 这个共产主义 他的寿命基本上 我相信他不会超过八十年 所以说基本上 往下的记忆 我想在有一个重大的变动时期 会翻天覆地的 就像苏我 苏联变了以后 他完全恢复到 传统社会一样的 这个所有的记忆都会冒出来 我相信有这一天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